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从我先到那个美东夏令会嘛 台湾人有一个美东夏令会 然后在费城 然后去华盛顿 然后到纽约 然后之后再到西安啊 西雅图啊 温哥华 洛杉矶 然后再到这里这样 哇 这里算是最后一站啊 最后一站 辛苦啦 这一路 好了这么多城市 对 就是说希望能够认识大家 就是说尽量能够 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在做什么 那我们理念是什么之类的 对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台湾的总统小英现在在 马上要到丹沃 Actually有这个播出的时候 他已经在丹沃了 应该是过境嘛 对对对 过境 但是这一次过了四天 蛮厉害的 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很希望 就是说因为他是台湾民选的总统嘛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 比如说他可以到美国国会演讲啊 或是说其他公开的活动 是 但是他所遭之处也引发了很多的抗争 因为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嘛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他是台湾民选的总统 也应该要受到尊重 是 那你自己的感觉呢 接触了这么多的侨胞 应该也是有些人对你们很怀疑 或者有些人很支持 当然当然当然 各种意见都有啦 但是就是说我们也是很诚心的 希望跟就是说大家能够说明说 我们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台湾这个社会付出 这样子 那台湾 事实上现在 现在状况就是说 台湾年轻人也面对很多压力啦 这个其实是在跟 在美国 或是说在加拿大生活的人 如果我跟他解释说 比如说现在的 这个台湾年轻人面对的房屋的压 那个房价的压力 这个在我们这里就没有人会同情你们 哈哈 我们压力更大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试图去解决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 否则你看现在台湾的出生率 我们会很了解啦 感同身手 这样台湾的出生率 现在是全世界 看起来就倒数快要第一名第二名 对 属一属二 就是说年轻人压力很大嘛 然后低薪 然后面对很多的这个劳动的困境 或者是说高房价的问题 那之后就大家都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啊 所以我自己现在 你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 我有两个女儿啊 但是我到现在 还再生吗 蛤 又再生了 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快破产 对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买房子啊 嗯 就是说面对很多的压力啦 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很认真在赚钱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劳动困境 或者是居住正义的问题 或是面对很多现实上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能够代表年轻时代的声音 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 嗯 会不会觉得以前可能政坛上面 就是太缺乏一些 是 庶民百姓或是年轻的世代 呀 就是说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呢 已经有大概二三十年的历史嘛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 基本上 还是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的正二代 或是负二代 这样的状况 那 就是说实在力量 基本上相较于台湾的主要的政党 就是说所谓的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背景 那只要他是一个优秀人才 我们就愿意提名他嘛 那当初 事实上太文化学运之后 就是说我们 很多台湾的NGO 组成这个政党 目的也是希望就是说 有志于参与政治的年轻人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进入台湾公共政治的领域这样 嗯 你不用有权有势 也不用家世背景 不用说爸爸是什么人啊 妈妈是什么人 地方要有装脚可以帮你 没有装脚 所以我们的选举方式都是在追垃圾车嘛 就是说在街头上演讲啊 就是说比较没有钱的选举的方式啊 比较辛苦的选举方式 是 但是2018年的这个地方议员选举选的不错 我们有选上16席 嗯 平均年龄大概才不到30岁 是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是在台湾哦 是 大家觉得哇好厉害哦 一个这么年轻的政党 然后都是些很年轻的 甚至没有怎么听过的 对 这些候选人 然后直接当选 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选 那当然就是说整个体 好处就是体重也会下降 你一直追垃圾车你就会变瘦 身材就会变好是不是 对 有这个好处 是 你刚刚讲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 就是当初时代力量会是怎么样兴起的 那么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啊 对不对 我那时候 你是出生农村 是吗 山里的 嘉义的这个足企的农村啊 我家那边都在种农眼 所以我这次到纽约的那个Fashion 就是看到卖农眼的 有一个人在卖农眼 我觉得好 很亲切是不是 好想帮他一起卖 很有趣耶 所以我们等一下多聊聊 你是怎么走好政治这条路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话题 稍后跟你聊 今天来到有话要说节目当中的来宾呢 是来自台湾的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志 那么跟我们平常啊 印象当中的党主席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形象啊 因为我们也比较年轻 虽然你在你们党里已经算高龄了 是 另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那些没有家世背景 对的年轻人 年轻人也可以参与政治 所以当初是这样的一个理想 成立了这个政党 是 那你自己刚才讲到家里是重龙眼的 对 但是后来我就是去 我就考上律师嘛 然后去德国读书 那回来之后呢就是 呃 参加有一些社会运动 就是说有一些学生啊 或者是说一些劳工 他如果有一些案件的时候 我就去帮他们义务辩护 嗯 那我想当律师是 从小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吗 很想当律师是因为 从小就有热血 沸腾了 是因为我 就是说在我的老家嘉义嘛 去看二轮片的时候 我要去看香港的三级片 结果不小心看到 一个英国电影叫《已父之命》 是走错电影院吗 对 看完之后觉得很感动嘛 是喔 因为那个 没有说要退票 我要看蜜桃陈手 不是 对也有看啊 不是啊 看两个是 那就是说 那个《已父之命》描写 是一个英国女律师 一直在帮一个冤案的爱尔兰人奔走嘛 我看完之后我两行累水 很感动 就非常感动 所以因为这部电影 让你下定决心要成为律师 对 然后后来 事实上我职业律师的时候 我也帮一些冤错案的人辩护啦 喔是是是 我看你的简历的时候有看到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就是 那种案件是很容易触动我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太阳花学运 或者是在之前的许多的学生运动 很多 而且像洪仲秋的案件也是你帮忙辩护的 对对对 就是 就是有一些案件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啦 那帮学生 在帮学生辩护的过程之中 就会觉得说 嗯 也许是不是可以再帮这些年轻人做更多的事啊 嗯 因为那些年轻人 很多年轻世代都非常有才华 那他们也愿意为这个公共事务来服务这样子 嗯哼 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管道喔 对 或是没有一些资源 对 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也没有什么钱可以给你律师费 嗯 但是我其实也很感谢这些学生 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们啦 就是说他的热情会感染我 嗯 那后来 现在就不当律师了吗 对 没有现在 因为要专职当政党主席 因为那个主席是没有薪水的 所以我 你还是接case 还是会接case 但是很少啦 对 这个制度以后要改掉 我会检讨 我会检讨 这不行 要有几职 会饿死 从政党主席活不下去 对对对活不下去 嗯 所以 所以现在比较多时间花在政治上面 现在比较多时间花在政治上面 因为2020也是有 就是说两个部分 一个是国会议员的选举嘛 嗯 那实在力量主要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啦 另外一个就是总统 所以2020这个选举年 现在已经到7月了嘛 嗯哼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处理 比如说区域立委的选举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各地 总共现在已经提名了六个候选人 台北啊 新竹 桃园啊 高雄台中之类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部分区的 这个 这个候选人 嗯哼 也必须要去处理这一块 是 对 很多的时间花在这个政治上面 是 到目前为止 那你加入时代力量 因为你是参与创党嘛 欸是 所以就大概四年了 欸对 因为创党 就是说那时候想 人家就说 因为我那时候是这个 所谓的社运律师嘛 嗯哼 大家觉得说啊你反正你自己在开业啊 你也没什么事 你把身份证叫出来 我就叫出去就创党 那我没有想到 30个 30个人就可以创党 对 嗯哼 很好啊 你应该排那个号码排很前面 对 那后来就 我是 我好像是前 前几号 对 那后来就是说 因为2015年创党嘛 那他们要找候选人很困难 是 那他们就说 所以你也是候选人 因为我自己职业律师 你自己反正比较自由 你就 我就自己当候选人这样 是 后来落选啊 嗯我知道 对 落选不用再讲了 OK 我也想说 就轻轻带过 已经过伤心了 OK 对 我自己先招出来 所以这四年其实对你来讲 那什么都历练过了 也参选 对 然后也参与创党 对 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新竹 因为我的选区在新竹嘛 新竹可以选去那边 我就 就是有一个实在力量的地方党部 那到了2016年到2018年 我们就提名了新竹跟苗栗 我负责的区域提名了七个候选人 到最后 不错 选上了六个 就是说 也觉得蛮开心 所以你帮人抬轿的成绩很好 对 我就一起追了奢侈 我很喜欢这样的 感受 比我自己选还开心 更开心 因为这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可以进入到地方的议会 来替大家来努力 对 贡献年轻人的行为 对 不要让大家说 你们都是草莓族 直到作响其成 没错 就是帮助大家 是 刚刚讲到2020 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 是 好 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就要放在 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也已经出现了 是 想问问您的看法 年轻人的看法 好 稍后见 欢迎继续回到有话要说 刚才呢 聊到了2020 台湾即将要举行的总统大选 现在呢 国民党的候选人也已经确定了 就是韩国瑜 那之前呢 民进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蔡英文 小英 那时候有惊讶吗 你说 就是对于这两党初选的结果 应该还好啦 嘿 就是说事先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讯息嘛 对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还好 是在意料之中 也不是说意料之中 就是说我们党内自己也有一些 这个资讯可以判断 差不多 对对 那你觉得两党的这个初选机制 有没有什么一些意见 初选机制 就是说 因为现在 台湾看起来现在都是用民调 当然那会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 那我们的机制 实在力量 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人在竞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选举办法里面也是 定说要用民调来决定 所以现在看起来在台湾 各个政党大概就是说用民调的方式 来去找出候选人嘛 只是说这个民调的方式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的 技术问题 对但是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那如果不是用民调 那美国好像是不是用民调 他是用党员等级这样初选嘛 但是这个在台湾 又会产生一个人头党员 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现在民调 当然他的被批评的 这个意见非常多 手机要不要纳入啊 对对对 但是看起来 如果不要用民调的话 我说实在 我也想不出说 目前在台湾 有没有什么比较更好的方式 来取代民调 所以民调当然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被检讨的这个意见 对 就像大学联考一样 大家都批评 但是后来就发现好像是挺公平的 当然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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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对 是 然后对于这两党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 自己的想法吗 就是说实在力量的主张当然就是说 追求台湾的这个主体性嘛 所以不可能会追 最支持这个韩国瑜 但是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就是说台湾有四个政党可以推总统候选人 就是国民党民进党 实在力量跟亲民党 因为那是依照上一次的这个选举 2016有过5% 所以实在力量当然就是说也可以有能力说自己推总统候选人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是要 上次有一个决议 然后我们党有个决议就是说 之后我们会再开决策会再来讨论 目前就是还没有还没有定案这样 回台湾会讨论 对 所以仍然有可能是不是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在党内什么意见都有嘛 所以就当然就是说 因为这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基本上就是要透过一个民主的机制嘛 然后最后决定出说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不要推总统候选人 那你要支持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支持一个跟我们价值立场 比如说追求台湾主体性 比如说希望能够司法改革 希望能够转型正义 那希望能够居住正义等等 这样价值理念相符合的候选人 对 是 所以还有这个讨论的空间 是 目前时代力量的党员有多少 目前时代力量的党员有两千多人 虽然我们党党费只有一年台币六百块 但是就是说现在的 所以两千都是有交党费的是吧 有一些 因为都是年轻人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他吹缴党费的时候 他说这个月的钱已经花光了 手头比较紧 是不是可以再宽限一下 那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世代不太喜欢入党啊 因为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怪怪的 不过时代力量的支持度 目前在台湾大概都有百分之十五上下 基本上就是说在2018年 那个年底的选战之后 我们就说 事实上有 这确实有一群人是支持我们的 那就是说 我们当然就是说 要做一些符合我们支持者 期待我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们支持 像你们也有这个创党党纲吗 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党章 对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把我们主要的追求的价值 写在里面嘛 就你刚刚讲的这些重点 对 当然现在主要很迫切的问题就是说 解决台湾年轻世代 这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支持者 大概集中在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一个区块应该是最多的 是 那你觉得年轻人面对低薪啊 面对这个 对 没有办法买房子 是是是 一些种种很切身的问题 你会觉得说 什么样的解决方式是最有效的 像我 你的思考这一点 我今天早上就去参访那个矽谷嘛 然后我也到Google啊 然后到 就是说 台湾住在矽谷的这个办事处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产业升级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产业经济 你如何能够让这个 这个工程师 或是台湾内部的这些 这些创业者 能够更有这个创意 更有创造力 然后你必须要创造一个 友善的投资环境 像 矽谷跟台湾比起来 矽谷的这个创 包括那些 financial support 什么之类的 那 那个 基本上让你很方便可以创业 然后如何能够吸引外国的人才 那 你的产业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升级嘛 比如说我 我住在新竹 就是新竹科学圈区的所在 那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让台湾的产业 可以更加升级的话 当然就是说 这个整个这个经济的大饼就会更大 那 这个低薪的问题 比较能够进一步去解决 年轻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被房价压的喘不过气来 这个实在是 这个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太辛苦了 无可挂牛 对 我相信你也很想要解决 对对对 我们要住帐篷 RV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要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OK 期待一下 好稍微见 好刚刚讲了要问一些 非常尖锐的问题了 OK的 其实刚刚你自己有讲到 时代力量啊 年轻的政党 大家其实都棱角分明 对吧 是是是是 现在呢很最新 蛮新的一个新武了 就是之前一直跟时代力量 关系非常密切的 就是林飞凡 他也是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人物之一吧 是 他呢接受了民进党的这个邀请 担任党的副秘书长 嗯 那很多时代力量的人可能觉得有点错愕 会不会 应该是说 其实太阳花学运之后 有一些年轻人就加入了政党 比如说加入时代力量 加入 但事实上加入民进党也不少 然后加入社民党 还有绿党 事实上台湾还有很多的政党 那还有另外一些人 比如说像魏阳 像洪崇燕 他就没有加入政党 然后留在NGO里面工作 嗯哼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 我觉得是很正常啊 那我基本上 对林飞凡的决定我也觉得 非常的祝福 因为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上面 继续为台湾来努力嘛 嗯哼 所以比如说我上一次2015年 我说我不是去选举嘛 我的选战里面的幕僚 就是说后来我落选了嘛 我落选之后 那大概十几个人 就有有的人就 有的人留在陈维廷 像陈维廷 他先退出时代力量 后来又加入时代力量嘛 嗯哼 那现在他也在新竹 我们的12年 而且还是导演 还在新竹的党部嘛 那像魏阳他就去祖父联盟 然后还有何梦化他就去民进党 嗯哼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有自己 对对对对 有去绿党的 方向 大概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基本上就是百花齐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台湾人很难花这个音 花的不错 花的不错 就是说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年轻就是本钱 嗯哼 像陈维廷他可以推出时代力量 之后又加入时代力量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但是像洪慈庸啊 他今天也写了在Facebook上面发表了一些他的看法 然后也提到这个黄国昌老师啊 一开始的当主席 对 是不是 我的前任 你的前任 对对 好像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时代力量 未来要怎么样 在台湾发挥这个关键少数的力量 尤其你们的路线怎么规划 是不是有一些争议呢 就是说时代力量 事实上是一个NGO所组成的政党 这很多就是在做社会运动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 像我自己也是啊 我自己也很难相处 哈哈哈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有零有脚 看起来很古异啦 对 但其实很难相处 对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的坚持嘛 所以黄国昌 洪慈庸或者是我 或者是其他人 陈维廷也是一样啦 就是说大家会有自己的意见嘛 但是这意见不一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如何能够 就是说去 就是说去欲求同啊 就是说能够 能够大家有一个共识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这样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 基本上都是在开会的时候 不管是我在新竹党部 或是我现在在 时代力量中央党部也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就是会 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意见 我觉得这在时代力量内部 这非常正常 但会不会也担心说 因为台湾之前 像清明岛成立的时候 像更早新岛成立的时候 没错 还有台联 他们成立的时候 也都曾经 非常的这个风光 或者是成绩很好 但是现在都逐渐的 可以说是泡沫化 泡沫化 对 你会这样担心吗 台湾的这个选制 确实不利小党的生存 但是我比较不会担心是说 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年轻世代的支持 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个现象就是 许多年轻世代愿意支持时代力量 那年轻人是每一年每一年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坚持我们的理想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越来越茁壮才对 因为从2016年的五席立委 到2018年的16席的议员 议员 那你总是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里面 缓慢 就是说慢慢的去成长 所以你很有信心 当然就是说必须要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是 要最后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你有比较过两岸的年轻人吗 你会觉得 我认为全世界 台湾年轻人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的优势是 他比较能够愿意 就是说在一个多元民主的文化里面成长 所以创造力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是始终是比较重要 当然还是必须要更努力 比如说我去戏谷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这么方便 那大学没毕业就可以创业 什么之类的 天马行空 所以我们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勇敢去想 勇敢的去做 可能要更积极一些 破离自己的康复 没错 没错 希望更加的顺利 谢谢 台湾更加的自由民主 谢谢你 谢谢观众收看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 感谢